我想先请你向伯恩斯大使问一个问题 2019年5月 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整类列管分泰尼类物质 为防范其非法制范及滥用 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也是重要的受益国之一 但美国政府为什么忘恩负义 无理制裁中国公安部无证鉴定中心 和国家毒品实验室等机构 并多次起诉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 严重破坏双方的禁毒合作基础呢 美方究竟是要寻求通过合作 来解决国内的毒品问题 还是把打压遏制中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呢 你可以去问一问伯恩斯大使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政府始终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在全球范围内最早整类列管分泰尼物质 也是世界上抑制毒化学品管制 最严厉的国家 所谓中国分泰尼前提 非法借墨疏美 纯属虚假信息 美国内分泰尼危机的根源 在于自身 减少国内需求和国内供给 才是治本之策 美方要做的是反共自喜 加强国内处方要管控 强化对毒品危害宣传 减少国内毒品需求 而不是对别国无面抹黑 甩锅推责 样的 不允许 对 不允许 感谢观看